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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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台是什么 我买的第一台是二手车的那个B&W的三系列的车 那现在的 现在的话就是工作的话 我就是一个一台工作的休旅车 然后出去外面可能跟家人出去外面都封有一台都封的车子 然后自己在出去外面一个人的时候 有自己的一台跑车 为什么那么喜欢车 有试图分析过吗 我想就像人家有的人喜欢收藏手表一样 可是我收藏的这些东西就是大玩具 那好像有的人喜欢自产 然后就是很喜欢买房子 你在说费玉琴吗 小哥 真的是我有透过关系跟小哥请教一下哪里 是适合买房子的地方 应该不用嘛 他应该从中一段买到七段 真的听说都是这样 应该不用问在哪里 他只要有就买 真的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很喜欢车了 然后也会真的把车当人对不对 会拟人化 会 我喜欢车子最主要原因是 我从国中的时候 然后接触到第一本车的杂志 因为我朋友在便利商店打工 那时候是暑假 我晚上都会去那边陪他一整夜 他是大夜班 然后就看片了 他做事你就看杂志 对我就看片了所有的汽车杂志 当时就喜欢上车子这样的机械的东西 等到我高中的时候我就去学机械科 就是想要更了解车子 所以你真的会稍微一些 一点点 技术面的 比如说要很专业的话 我就会选择气修科 机械科跟气修科是不一样 但是我们机械科也是会学到拆引擎 拆下来然后再装回去 然后我们我们永远都是拆下来 然后再装回去的时候 然后就跟老师讲说 不好意思跟老师讲说 还有十几颗螺丝 怎么办 但是车可以发动哦 然后我就 我们都把那个螺丝缠起来 然后就那个 这样很低级的吧 更低级的是什么 就是那个学校那个工作店啊 那个是软店 然后下面是铁架嘛 然后所以大家都想把东西缠进去 就一打开历代学长 所有的 留下各种零件 零件都在那边 所以那台车子的零件永远都是少的 哎呀还好你没有怎么去当兵 因为当兵的时候可能要 要拆卸那个步枪 那个说明万一装不回去 也有人把零件藏起来就藏 我就是藏那个几颗小子弹 这样就不死了 所以事实上现在 虽然是当了大迷信 可是还是很有机会玩车啦 因为有一些娱乐可能就比较不适合 对啊 为了隐私的关系 其实现在 还是你本来也没有什么娱乐 本来本身也没什么娱乐 对你讲中了 是个宅男吗 超级宅男 对 嗯 没什么娱乐生活 就是在家里面对电脑 或是面对电视 要不然就是在密闭的空间 还是车子 然后我不会去户外 就是开着车子 还是不会下去 那怎么样维持开朗的个性啊 呃 我 还是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开朗 我其实本身是一个 就是一个 呃 比较不安分的一个 一个人 我应该讲说是 是我 我 我从来没有 没有肯定过自己 然后就是 所以 所以我对自己会很严格 那有时候 呃 必须 我觉得 做艺人有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就是当你在荧幕上的时候 你不管你的 私底下的心情如何 你都必须要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 给是 给任何人看到 因为这是你的工作 你必须要对你的工作负责 所以 目前来讲 当然我今天心情也很好 对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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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能够给你碰碰面 然后 你又跟我讲说 七年来都没有访问过我 然后我就觉得 哇 那我们今天真的是要好好来聊一下天 是 所以心情 其实每个平凡人一样 都会有高有低 对 只是看 要怎么调试 对 那只是明星有的时候 我觉得 比较惨的一点 是 如果发生一些事件 平常人他可以慢慢去度过 对 不管是亲情上的 爱情上的 工作上的问题 因为旁边不会一直有人来采访你 对 来报导你 那可是 当然艺人就很难 对不对 有些事件发生的时候 就每天追 你好像非要立刻就要有所回应 或者要 或者要振作起来 对 可是其实人没有 没有那么容易嘛 对不对 我们都是人 是啊 人是有 有血肉的 我们都是脆弱的 是 我们所谓的坚强是为了要让自己撑起来 这一块我们所以我们才必须要坚强 但是偶尔我们总是会被某一些事情给打败过 然后你总是会因为那些事情打击到自己 但是我只能告诉自己说面对媒体你就是必须要 诚实地去说 诚实地去说所有的事情 然后如果遇到最糟糕的事情 那我也会选择很老实 然后更坚强振作起来 不要让媒体觉得这样就可以持续地把我打击 或者是把我打败 不过也没有变成分世技术的 因为有的人会 就因此很 变得很堵烂很多人事物 我我有一阵子老实讲有一阵子 大概三三三年前 然后两年前那段时间我我我应对媒体的态度是叠对叠的 就是你可能蹦了一个话题 我就觉得你这话题是后面有梗的 后面要铺梗的 然后我就会直接了断说你是不是要想什么 所以有时候现场气氛会因此而变得尴尬起来 然后大家可能都不太愉快 然后导致于大家可能 你知道采访采访的时候也就是大臭脸对臭 其实其实后来想一想没有必要 因为我就是艺人嘛 你们就是媒体 大家各自做自己的工作 你们一定会问这些问题 我可以选择回答或不回答 或者技巧的回答 对啊就是就是就是艺人对媒体的态度 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大家和平相处的方式会比较好一点 从最早当时几个新人 对不对学生去演戏 被视为是纯偶上派 到后来历经一些磨练 其实宰在周一名下已经被视为是实力派的演员 这个是是真的有安慰吗 这个是经历有安慰吧 这个是我这么多年来自己下定的第一个目标 就是大概四年前我拍战神的时候 我给自己的目标就是我拍战神的时候 我发现演戏是好玩的 我想要好好的演戏 然后我想要更了解演戏的东西 我想要更专业一点点 所以我就希望我自己在那时候到现在我一直铺成路 就是我每一年我至少一定要接一部戏 是 我不管多忙 有质感 对 不是不是质不质感 就是我一定要接一部戏 这样有其他三位可能没有办法说 他们没有选择是在台湾每一年都有演出的作品 那像我的话我就很要求这一块 我必须要去做 做到一个大家有一点点认同我的地步 所以现在就有一点点认同呢 其实我有感觉到蛮行为的 但是我觉得我需要更大的认同 就还需要努力 这个认同应该不叫什么奖项吧 还是奖项也算是 比如金钟啊或金 你知道像我们的来讲的话 我必须老实的讲 因为我们一开始是偶像出道的 F4就是一个超级偶像 然后你要去抖掉这个 拿掉这个偶像的包袱 我跟你讲太困难了 你唯一可以证明的 自己不是偶像的东西 你不是人家网路上面在说你 然后记者在说你 你现在是实力派或什么 这些都没有办法证明 你现在脱掉偶像的包袱 唯一能够证明的就是拿奖 对但是我不会急急急急急的想要拿奖 但是这次金钟奖你告诉我怎么会赛 开玩笑了开玩笑 对就是 因为像这些东西 我就会发现自己 跟真正的实力派还有一段距离 我还必须要努力 可是我也必须告诉你 你最崇拜的前辈 远童华 你是说他 他非常 当然他演戏拿过很多奖 可是他非常想拿音乐的奖项 可是他在台湾 目前还未如月 你是说金曲奖的吗 是啊 他一直觉得他的唱唱也没有 是比较通俗的一点唱法 可是他还是觉得 好像要拿台湾奖很困难 可是我也听过他讲 他就说越是这样 因为香港很多奖是 自益人气啊 或销售 对对对 可是台湾金曲 他真的觉得 好像是在比唱歌 对了 所以他越 越叫他越想 有机会 有一天能让他入围 他就很 他真的觉得会很开心 对啊 所以我才说 要拿来讲 真的有时候需要点天意 有真的啊 因为因为我们 好在我很庆幸 我是 我是台湾的艺人 然后我现在还年轻 然后因为台湾 我们不会去 分配的奖项 没有没有这回事 对没有这回事 所以大家都是各凭实力 去拿到你该拿到的奖项 所以 所以好多 其实 像金马奖啊 港青啊 或者其他的艺人 拿到台湾的金马奖的时候 就是 就是一个 很激动的 真正的在亚洲的 华人地区的一个肯定 所以 我们台湾的 其实这些 我觉得这些 这些奖啊 其实都是 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对 好 我们刚才前面讲到 就是你这个 戏剧上的展现 你越来越 被大家有目共睹了 可是我也要跟大家讲 这次你的新专辑 我觉得已经开始 转向实力派的歌手 迈进了 又被你发现了 真的真的真的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 好 我爱你还是和你 我爱你还是和你 只能不能为你的接受 看着你从旁边窗口紧握 我爱你还是和你 我爱你还是和你 没有勇气再合脱 这次我想我又重脸 成龙在访问的是 宅宅周一鸣 还推出他的新专辑 对的 我不塞 我不塞 好 其实原先大家都围绕在 这一首歌嘛 嗯 说真的里面的好歌很多 对 而且这次 宅宅有参与 挑歌 要不先来讲一下 当初这是自己争取来的权利吗 其实这是我距离我上一张专辑 其实是三年了 然后没有发片了 呃我我总是想让大家知道 我这三年有有什么进步 就像我每一年每一年会出戏剧的作品一样 我希望在音乐上面也也有所进步 甚至参与更多 嗯 那这一次我不能说 我自己挑歌 然后自己做啊 然后是什么东西 我就我就挂挂挂了一个很很气派的成头的名称 我不能这样讲 因为其实我只是跟着这些专业的人士 我在我在学 在学习里面 感谢观看